院長 本院各位委員 兩年前的今天 也是11月29號 有上千名希望改革台灣民主的朋友 在台北市 在全國的各個街頭 進行了所謂戈欄委罷免行動的連署 在同一天 也在進行補正公投法的連署 兩年前的今天 這一群年輕人 克服了我國選罷法可以說是世界上 最嚴格連署限制的門檻 在一天之內 增集了三萬多份的連署書 不過 在所謂罷免雙二一門檻的限制之下 這一場戈欄委的運動並沒有成功 雖然這個樣子沒有交習他們的熱情 也沒有讓他們放棄改革的意志 戈欄委的團隊 人民做主的團隊 島國前進的團隊 還有公民1985的團隊 馬上接續發起了還權於民 要求補正公投法 修改選罷法 這樣子的行動 時代力量 一方面非常地高興 在今天選罷法的修正 終於排上院會的議程 渴望在今天完成二讀以及三讀 但是在另外一方面 我們也非常感謝過去這一些年輕朋友們 他們不怕烈日 不怕雨淋 在街頭上 希望為所有的人民 爭取回來 在憲法裡面 本來就賦予我們的直接民權 包括了罷免權 還有創制覆決權 我相信 今天選罷法的修正 包括了把提議的門檻 下降到百分之一 把連署的門檻 不僅下降到百分之十 而且連署的期間放寬了一倍 同時 也建立了所謂的電子連署系統 同時 把雙二一的門檻予以廢除 可以說是實現直接民權 非常重要的第一步 時代力量黨團 雖然對於初委員會的版本 的第九十條 還維持所謂四分之一的門檻 抱持不同的意見 但是我們相信 這個法律能夠完成修正 絕對是人民的勝利 人民的成功 他也提醒了 在議會殿堂上面的每一個大議事 不要忘記改革的承諾 也不要辜負人民的期待 在今天選罷法完成二讀三讀的立法程序以後 我們希望另外一個直接民權的法案 補正公投法 能夠早日在這個議事殿堂上面 完成二讀跟三讀 實現真正完全的 好 請問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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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請問一下